今天老胡来聊一下人工智能对自媒体这个行业的冲击或者是挑战 最近一段时间老胡跟我的朋友和我的学员有讨论到这样一个话题 今天我就是抛砖引玉 我讲的东西肯定有一部分将来会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太粗漏前嫌 没关系 但现在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 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抛砖引玉 大家有什么高见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参与讨论 或者是分享 大家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这样一个挑战或者变化 就相当于汽车出现的时候 马车界来讨论一下马车将来的前途一样 好像现在很多人试图想从这方面来进行类比 我多少同意这样一个判断 这是个时代巨变 也认为影响有很多的类比性 但我有一些方面的话也有我个人的一些保留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出现 我们不谈它对整个的社会对人类文明的这样的颠覆 或者是或者是改变 我们只讲做自媒体 我所看见的这么一个非常狭窄的这样一个赛道里头它的影响 那随着文声工具这个系列的快速的出飞猛进的这种进步 所谓的文声工具就是文字提示时进去以后能生成视频能生成文案 甚至跟你写剧本 然后可以直接生成声音 作曲也可以生成视频 这种工具的话 称出不穷快速的迭代 那似乎大家可以看到了一个 我只要给它提示词 给它指令 我就会能够得到创作的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形式 或者是内容 我要它生成图片就生成图片 我需要它生成什么样的视频就生成什么样的视频 如果要修改的话 我只不过是要在这个提示词这个层面上面 不断的让它去完善 让它一版一版去修改 这就可以了 似乎将来就是很多的自媒体这个行业 相关的一些这个职业的话 可能会消除 有的人会讲到 比如说程序员会消除 那类比的话 那就是视频的编辑 后期这些人 这个职业稿面可能会消除 大的趋势我认同 但是呢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从一个角度来切入 如果我们还认为个人IP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认为个人IP还是个重要的东西的话 那我就今天去从个人IP这个角度来讲一讲 自媒体对于这个AI工具侵入性的 它是有怎么样一个前景 好 我们讲这些文生工具这个系列的出现以后 会使得我们的内容生产 或者这样自媒体 马上有几个类别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 第一个就是我直接用这个工具来生产内容 注意我用的是叫生产 这两个字 那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图文成篇 你可以用ChatGPT生成文案 然后用其他的工具 或者是直接连现在连文案都不需要 直接就可以生成这个视频 对吧 Sora就是这样一个技术 那也就是说 有很多信息 或者是情报 或者是内容 采编这一块的这个内容 它直接就可以通过这个工具 直接生成指定的内容形式 要么图片 要么声音 要么视频 那这就是我们讲第一类的 用这些AI的工具 直接来生产内容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觉得是最直接的一个使用 很多大量的工作室 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工具 直接就批量的 廉价 几乎自动化的生产内容 这个内容也会得到市场的欢迎 因为很多的以前的这种形式 或者是这个信息 或者是知识点 它用这种新的工具 新的形式生产一遍的话 它是有它的价值的 因为容易这个消费 容易理解 比如说很多童话故事 儿童读本 教语文 数学 讲成语故事 这些东西 不一定要一个亲切的老爷爷 像雷 当你里面讲这些故事给你听 对吧 所以这一类东西的话 它有价值 并且有经济效益 也就是说最早使用这一批的人 它的确能赚到钱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 你应该从这个层面上来 可以完全积极地去拥抱这样一个工具 做第一批的吃螃蟹的这些人 直接去使用它 然后就批量的生产内容 你不用去管 平台的政策 它打击AI 然后不给你流量 这里头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 让你去生存 让你去赚钱 你可以在跟这个平台玩冒作老鼠的游戏 第二个 我们讲可以做培训 做客 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卖铲子的这批人 那些工具层出不清 数以百计 数以千计 如果联盟营销 推荐 这些工具 培训这些工具 你能赚到钱 那至于我们刚才讲 第一类的 用这工具直接去赚钱的 那些人也很高兴 就是说你做AI的培训教师教练 这一块 你也面对很大的人群 可以赚到钱 然后被你培训出这些人来 他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他也解决了赚钱问题 他也很高兴 这两个层面都很好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要带于偏见 第三个层次 我就回到我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认为 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个人IP还是一个存在 并且它是某种程度上面 是一些人他追求的 比较高级的这种存在 这种高级并没有 非常特别的这种含义 就是道德或者人生价值 我讲这种高级 可能从某种复杂的 他不愿意用那种 简单的批量的 这种生产内容 做这个内容变形的 这种搬运工一样的 我是指这个场面上来讲 初级或者高级的区分 并不是讲那种 刚才批量的生产儿童故事 那个是很低级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讲高级去抽象 偏艺术一点 所以才有所谓的 个人IP这么一说 也就是说 你表达出来的东西 跟你这个特定的人 有很大的关系 就我经常讲的 你要讲出老胡的版本的 彩虹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你只是讲一个 科学的那个事实真相 讲彩虹什么形成 你恨不得把那个 北克全书里头的 那个条目拿出来讲 那个你用机器人 用数字人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要成为个人IP 最会讲故事的老胡 最好玩的老胡 满嘴脏话的老胡 这就个人IP来了 如果是要在这个方面 高级 我们使用AI这个工具 是进行什么 我就用一个稍微高级点词 我们用它进行创作 注意我讲第一类的时候 我用了什么词汇 用的叫生产 但是生产和创作之间 不太一样 这个创作就是 你用这个工具 你注入了你作为人的东西进去 让它有你的温度 有你的记号在那个地方 有你的指纹在那个地方 有你的努力 有你的工作量 大家能看到 这是你的一个诚心制作 你用了这个AI的工具 去生成了一些辅助的素材 但是你不是处处看见的 都是AI AI AI 满眼都是AI 而是通过AI在成就和塑造 这样一个主播 大家眼里看见的是 主播主播主播 而不是AI AI AI 哪怕你并不出镜 大家看见的是AI的表象 或者是皮层 但是整个的内容 它能感受到 这个使用工具的 这个人的东西 在这个节目里面 在这个视频里面 这就是所谓的个人IP 并不是像很多人 错误的理解 所谓的个人IP 一定是怼一张老脸 喷得你一脸的托抹心子 不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不出镜 你可以匿名 你可以什么身体部位 都不出现在这个镜头面前 但是人家依然能够感受到 这是这一个人的作品 这才是个人IP的本质 那当然 这个所谓的个人 并不见得 一定是一个单一的某一个人 可能是某一个工作室 可能是某一个品牌 对吧 所以我就用个人IP 这样一个不是非常严谨的 这样一个代称 来区别于 完全机器化 自动化 流水线生产出来的 没有体温的 这样一些内容 冰冰的准确的数据 或者是知识 它本身是有价值的 一公里等于多少米 地球到月球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内容 也许真的没有必要 你出境做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种挑战 边引体向上 边说这个数字 对吧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类 你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 完全就可以满足观众 对这样一个知识点的需求 而在第三个层面上 这个所谓的创作 个人IP这个时代的话 这世界上有更大的 更深层的这种需求 人们渴望 人跟人之间的某种交流和互动 大家是不是感觉到 当你打电话去找一个公司里头的客服的时候 如果对方真的是一个人工客服 跟你说话 他不如机器那么精确 你依然会觉得这个公司是一个有诚意的公司 有很多的场景下 我们希望是跟一个真人 跟一个活人在打交道 所以我个人的理解 你AI如何发达 它都无法消灭 所谓的一个真实的个人IP 数字人的技术 语音合成的技术 不管你如何发达 只要是你发现你看的那个不是真的老胡 是一个假的 是一个机器的话 你的感觉都会立刻差很多很多 所以我不管将来人工智能 这一块对自媒体的 它的侵入程度是60% 80% 90% 但是即便残存了5%的 这样一个真实的个人的IP 也可以容得下这世界上的5万个 50万个 500万个这样的玩家 所以我根本就不担心 今天在塑造个人IP 让本事长在人身上的这些努力 会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浪费的行为 所以我的态度是拥抱AI 学习和使用AI 借助AI去创造更好的内容 但千万不要丢掉了你自己 让AI取代了你 一个马车夫走进汽车时代的方法 不是拒绝反对抗议 而是利用你在马车这个行业里面 学到的技术 展现的忠诚 可靠 艳雨学习新的东西 怀着一份好奇或者是热情 去了解汽车 也许学着开汽车 也许开一个汽车修理厂 也许倒卖一点汽车零配件 甚至还可以收购一些马匹 把那些拉车的马变成娱乐的马 总之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 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事业的机会 创富的可能性 你觉得呢 来评论区讨论 谢谢